王岐山大秘入主银建会 八大银行其表态 支持海航发展 12月13日下午 国家开发银行 中国进出口银行 中国银行 农业银行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交通银行 普发银行等八家国内政策性及商业银行 祝琼主要负责人赴海航集团 洽盘2018年受信合作事宜 与会领导表示将全面落实 海南省委副书记 省长沈小明 关于海航好 海南好 海南好 海航更好 只是精神 继续全力支持海航集团 各项业务健康稳定发展 海航集团董事局副董事长李先华 财务副总监吴浩等与各银行负责人 就2018年受信事宜进行了商谈 洽谈会上 李先华介绍 今年以来 海航集团在航空旅游 现代物流 现代金融服务等主业的生产经营持续向好 运行品质稳步上升 旗下子公司和收购企业的整合协同效益不断增强 近二年来的对外投资项目运作良好 投资收益颇丰 李先华现场表示 海航集团的健康稳定发展离不开 监管机构及各大金融机构的大力支持 未来将继续与各大金融机构保持良好合作关系 参与受信洽谈的各大金融机构负责人均表示 海航集团在海南乃至全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所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 并且各项业务发展良好 作为海航集团的战略合作伙伴 多年以来一直与海航集团保持着密切良好的合作 海航是各银行最优质的客户 给予海航集团新的受信也是促进银行发展的需要 在新的一年 各银行将继续与海航集团保持全方位合作 全力支持海航集团的发展 海航集团的发展也得到了各地政府的认可和大力支持 11月29日海南省委副书记、省长沈小明到海航集团调研 强调海航好、海南好、海南好、海航更好 充分肯定了海航在海南发展中做出的贡献及成就 此前天津市、舟山市等地方政府领导带队前往海航集团调研 并达成战略合作或议项 12月3日陕西省委书记、省长胡和平会见海航集团 董事局主席陈峰一行表示 希望进一步深化双方务实合作 2017年海航集团信贷融资和投资项目也得到了国内外监管机构的认可 进一步提升了合作伙伴对海航集团的信任和信心 今年10月以来 中国银行兼市场交易商协会和各大交易所连续批准了对海航集团债券项目 11月海航集团及旗下子公司两个融资项目 分别通过英国金融行为市场监管局和爱尔兰中央银行的审核 据了解 今年国家开发银行、建设银行、信达资产、光大集团、华夏银行和山西省农信社等金融机构 与海航集团达成战略合作及增加授信额度 11月23日海航集团与山西省农信社签署100亿元战略授信协议 12月7日海航现代物流集团获得华夏银行海口分行100亿元授信 截至目前海航集团获得各大金融机构授信总额超过8000亿元 还有3100亿元授信未被使用 作为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快速成长起来的大型跨国企业集团 经过24年的发展 海航集团由原来单一的航空运输运营企业 发展成为以航空旅游、现代物流、现代金融服务为核心的综合型产业集团 2016年海航集团总资产规模超过1万亿元 收入破6000亿元 员工总数于41万人 2017年7月 海航集团第三次入围财富世界500强 排名月升至170位 第四次入围财富世界500强